在澳洲成为一名飞行员到底难不难 哈喽大家好我是Mito 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在澳大利亚成为一名飞行员究竟难不难 作为一名在澳洲啊自费学飞五年 半路出家拿到商业飞行执照的飞行员 在我经历很多很多的飞行学校之后呢 那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聊一些 关于飞行学习和成为飞行员 大家可能最感兴趣的话题 问题一学飞有没有年龄限制 第一个问题问的最多的就是 在澳洲学飞究竟有没有年龄限制 15岁你才可以单飞 16岁呢你就可以考第一张飞照 也就是娱乐飞行执照 那私照是17岁18岁 你就可以拿到最高的商业执照 年龄是没有上限的 也就是说只要你通过航空体检 那你就可以一直飞下去 只要你年满15岁就可以 问题二航空体检严不严 航空体检是不是很严格 那说实在的呢 澳洲的航空体检并没有 东国那么严格 航空体检分两类啦 一类是如果你要从事商业飞行 那你就必须要是一类航空体检 是相对比较严格的那种 那如果除此之外 你是想自己飞着玩的 那只要二类航空体检就可以了 那体检呢主要它是会看 视力跟心脏 因为这两个是会影响飞行 最多的两个关键 那有的人说我戴眼睛 我近视眼不是都可以飞 当然可以那戴眼镜 做视力矫正 戴隐形眼镜 在航空体检里都是允许的 它看的不是你的裸眼视力 而看的是你的矫正视力 所以矫正视力达到1.0左右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符合 这个视力要求 那其他的身体要求呢 咱们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 如果你可以拿到驾驶执照 你可以开车 那你的身体条件就够可以开飞机 问题三飞行执照分几种 在澳洲呢飞行执照有三种 第一种呢就叫娱乐飞行执照 是澳洲航空局自己特有的一个执照 也就是说呢你拿到这个执照 可以在澳洲飞行 可是其他国家并不认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两个是跟国际接轨 国际认证的 一个就是PPL私照 还有一个就是CPL商照 那自明思义 商照就是商业用飞行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以飞行作为职业的话 那你必须要考到商照 但如果说你不需要的话 其实私照已经足够了 那私照跟商照在开的机型上有什么区别呢 这么说吧 除了不能商用几乎是没有区别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足够的预算 可以去买一架空客A380 你拿着私照也是可以开的 问题四考飞行执照需要多久呢 第四个常见的问题 那就是考个飞行驾照 大概需要多久呢 那私照基本上大约需要45个小时到75个小时左右 45小时飞行呢 是澳洲航空局规定的最低的飞行小时数 那如果你飞全日制学习的话呢 大约在75个小时左右 你就可以把私照给考出来了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学飞频率 大约在三到六个月吧 你就可以把私照整个课程给完成去 那商照呢是在150个小时到200个小时之间 那也是全日制跟非全日制的区别 大约时间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 问题五学飞的机型都有哪些安全系数高吗 第五个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呢 你们学飞的机型都有哪些呀 安全系数高吗 无论是美国流行的赛斯呢 还是澳洲流行的开本 那这两个机型呢 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安全稳定上手容易 并且性价比高 那这样的话呢 不仅就节约了你学飞的时间 还节约了你学飞的费用 而且之所以会选择这两款机型呢 也是因为经过了超过半个多世纪的 飞行学校的教学 认证了这些飞机 它的教学可靠性和安全性 关注我 下期继续带你唠唠雪飞的那些事